晚上,我們一起在會堂聚會,請拜託 晚上,我們繼續來查考石頭形狀 我們今天要來查考第五章 我們來看石頭形狀,第五章 第五章裡面,談到一件事情 回對夫妻 做賬戶的叫做亞南亞 她的太太,叫薩貝拉 她這個事情在當時造成轟動 因為這兩個人同心欺騙聖靈 所以神的聖靈彰顯公義 通過皮革的口 就來刺激這兩個人 結果這兩個人前後被死掉 這件事情在教會發展的過程 看得出來就是撒旦的工作 因為哪裡有救恩的工作在進行 那撒旦的工作也一定在那個地方 那撒旦的工作也一定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知道 我們先來唸第一節到十一節 來唸位置 師徒行轉五章 一節到十一節 師徒行轉五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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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節到十一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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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